大家都知道 随着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风景 都让他们流连忘返 很多人表示 如今的中国一天比以前进步 前段时间就为印度迷你来到中国 中国博大精神的美食 让它停不下来 不管是街面的小吃 还是五星级的酒店 都让它欲罢不能 女孩表示 就美食来说 印度和中国的差距 眼睛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随着旅行的深入 女孩越来越奇怪 她想不明白 大街上的中国女孩 为什么都那么白 她们靠什么防晒的呢 大家都知道 如今的印度 种族性思想仍然更生抵护 皮肤白的人 被视为高主性 肤色较深入 被视为低主性 或者贱民 两个阶层的差距 可是近未分明的 所以印度人 拼命不想把自己美白 真的一些乡村的农夫 即使将连饭都吃不起 也想花鞋 买美白化妆 印度女孩来到中国后 观察大街上中国女孩 她们都白得很自然 这种肤色 到印度的话 必然是高主性 女孩表示 她一定要留在中国 仔细研究一下 中国的女孩们 看她们是怎样保养 最后小编想说 这个印度女孩的想法 是完全错误 而且她也是 深受印度主性 非常独害 大家都知道 自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的女性地位 大大提升 实在像旧社会那样 完全要依附于男人 现在的女孩们 都有自己的视野和梦想 而印度 只和我们60年前 相差不大 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印度 和中国的巨大差距 大家觉得小编说的 有道理吗 谢谢大家